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 你认为富豪的发迹只是偶然 并不适合普通人 但你看完下面的资料你就会明白 如何让你的孩子成为亿万富翁 你只需按照下列方法去做就可以了 假如你的孩子刚刚出生 你打算在他60岁时让他成为亿万富翁 则从现在开始每个月只需投资775元新台币 每年的投资报酬率保证在12%以上 那么60年后他的资金将累积到1亿元 如果你现在已经给他储蓄了2万元 那么只需每个月投资575元 60年后他也会成为亿万富翁 如果你现在已经有10万元 而且每年的投资投资报酬率12% 那么你不但不需要再投资 而且每个月还能得到226元的报酬 你的孩子60岁时也将成为亿万富翁 有的父母会说我们每个月用那么多钱 不够了 好吧 你每个月节省下来100块钱总可以了 如果你的年投资报酬率是12% 那么60年后也将是1291万3767元 也是一个千万富翁 因此投资理财没有什么特别的奥秘 也不需要复杂的技巧 只要坚持养成储蓄的习惯 然后合理投资你就能实现 以前我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 环境改变命运 能力改变命运等等 但今天面对各种的投资理财管道 你也不得不建立一个全新的观念 理财改变命运 如果你还不相信 就看看靠理财改变命运的富豪 前面提到的世界首富巴菲特 数年由4万美元变成2000万美元的 华尔街短线高手马蒂舒华兹靠借来的 400美元变成了2亿多美元的 理查德丹尼斯 还有由卖身还债 用40年时间在股市白手起家 资产达4150亿日元的日本首富系 由此可见 理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为 且不得不为的为 从世界财富累积与创造的现象分析来看 真正决定我们财富水准的关键 不是你选择打工 是创业 而是你选择了理财投资致富 并进行了有效的投资 那么那些身价不飞的富豪们身上 有哪些可以我们借鉴的经验吗 休士顿一家财务顾问公司 访问了一千多未有百万美元资产的人 了解他们的生活细节 访问发现了许多富翁共有的特征 这里列举几个供大家参考 第一 富翁们至少会买一栋自己的房子 房子是一个特有的固定资产 买房子不但是一种强迫储蓄 也是一种优良的投资 同时还会使生活品质得到提升 一举数得 房价的上涨很可能会为你带来可观的资本增值 第二 量入为初 让支出小于收入 累积财富 许多富翁并没有惊人收入 但是他们能够控制支出 用富翁的方式 花钱会让人感觉好像是很富有 但当最后一分钱花掉 或最后一份信用用尽时 富翁下场将比一位普通人 更惨 因此大多数富翁的生活方式都很节俭 第三 喜欢购买品质优良的二手车 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 大家可能会觉得富豪们的座驾是新款豪华汽车 或者是全球限量版的汽车 可事实上不是这样 豪华和限量版都是奢侈人的做法 而真正的富豪们都很节俭 连自己的汽车都会在品质和价格间寻找均衡值 第四 很早就开始有了理财概念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注意计划并管理自己的财物 那么从现在开始还未时不晚 不过光有意识还是不够重要的事必须执行 正如亚洲首富豪李嘉诚所主张的 二十岁以前 所有的钱都是靠双手勤劳换来 二十至三十岁之间是努力赚钱和存钱的时候 三十岁以后 投资理财的重要性逐渐提高 所以 李嘉诚有一句名言 三十岁以前人要靠体力 智力赚钱 三十岁之后要靠钱赚钱 第五 绝不欠信用卡债务 这个发现的意义是 如果欠下信用卡债务 就必须动用银行储蓄 动用银行储蓄 就意味着你下个月多储蓄 可事实上你的支出却会增加 因此会影响你很难成为富翁 第六 做孩子的理财榜样 榜样的力量无穷大 如果你以身作则 知道怎样计划和安排你的财富 你的孩子也会向你学习 另外 如果你提早给孩子灌输理财概念 那么这将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以下是九个成为富豪的信条 一 自己当老板 为别人打工 你绝不会变成巨富 老板一心一意地缩减开支 他的目标不是使他的职员变成有钱人 二 不要一直都想着发大财 不如你想想如何改进你的事业 你应该常常问自己的事 我如何改良我的事业 如何使事业进行顺利 财富就会跟着而来 三 尽量把时间花在你的事业上 一天12小时 一星期 六天是最低的要求 一天14小时到18小时是很平常 一星期工作七天最好了 你必须牺牲家庭和社会上的娱乐 直到你事业站稳为止 也只有到那时候 你才能把责任分给别人 四 不要冒你承担不起的风险 如果你损失十万元 若损失得起的话 就可以继续下去 但如果你赔不起五万元 而一旦失败的话 你就完蛋了 五 一再投资 不要任你的利润空闲着 你的利润要继续投资下去 最好投资别的事业 或你控制的事业上 那样 钱才能钱滚钱 替你增加好几倍的财富 六 请一位高明的理财专员 他会替你节约更多的金钱和时间 比起你所给予的将要多得多 七 请一位精明的会计师 最初的时候 你自己记账 但除非你本身是个会计师 你还是请一位精明的会计师比较好 可能决定你的成功和失败 他是值得你花钱的 八 请专家替你报税 一位积累的税务专家 可替你免去很多的税 九 无论如何 请保持平静心灵 拥有健康的身体 否则的话 拥有再多的钱 也没有什么意思 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与帮助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集内容 请分享它帮助更多的人自我成长 并欢迎您的留言 感谢你的支持 并帮助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CocoShinSong.net CocoShinSong.ne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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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